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 蓝名大家好 语人节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期欢乐的温时彩蛋视频 今天杨军给大家带来一期真彩蛋视频哦 我们将盘点微软历代操作系统里的各种彩蛋 之前我们讲到微软于20020开始 就停止在操作系统里加入彩蛋 那么在这之前的Windows系统里会有彩蛋吗 回答是肯定的哦 XP 9895甚至是远古时代的3.1 3.0 都藏有不少神秘而经典的彩蛋 一起跟随杨军来看一下吧 也是一个彩蛋XP的游戏秘籍 这个与其说是彩蛋不如说是游戏的小秘密 这些个系统自带的游戏 承转了我们大部分人童年的回忆 彩蛋军最喜欢的游戏是蜘蛛纸牌 曾在三维克上通关试色最高难度 结果兴奋了一整天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XP彩蛋 是关于纸牌和扫雷这两款最经典的游戏 当你被以为很容易的纸牌游戏困住的时候 只要按下AutoShift加2键 就可以瞬间通关 看到通关动画 而扫雷的秘密则藏得更深 极少人知道 我们要先改一个分辨率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当你打开扫雷 按住Shift和回车键 输入XYZZY 就可以开启传说中的盲人模式 注意看左上角 你就会发现最边边的像素点 会告诉你当前这一个有没有雷 这样你猜都不用猜 想都不用抢 就可以完美过关 第四个彩蛋 Windows98隐藏的团队动画 如果说有什么是怀旧经典的话 那肯定是非Windows98这款老系统莫属了 而Windows98最经典的彩蛋就是隐藏着支写团队动画视频 激活的方式倒也不复杂 我们在吸盘这个路径可以找到一个叫欢迎的文件夹 将里面一个叫Werkam Beta创建快捷方式到桌面 随后我们右键选择快捷方式的属性 在目标栏这一栏最后加上这一句话 You are real russell 你真是个无赖 将运行方式改为最小话应用 然后双击打开 就可以看到Windows98隐藏着团队动画彩蛋了 Windows98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微软各地的开发团队共同完成的 很多人都做出了贡献 这份名单上只代表了其中一部分关键人物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音乐的伴随下看到一些真实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生活照 园区照 公司照 什么的 刚刚上个财单我们说到了隐藏团队动画 其次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神奇的激活方式 我们在开始财单找到控制面板 在控制面板里选择区域设置 关键的步骤来了 我们按下Ctrl和Shift键 按住鼠标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拉到这里 然后再将鼠标移动到旁边的这里 彩探就这样非常神奇的出发了 Windows98代号孟菲斯 发布于1998年6月份 资金已经22年了 刚刚我们在地图上触发的彩探方式 就是从埃及的孟菲斯 划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然后再到微软总部华盛顿州的雷蒙德 这应该是对系统开发代号孟菲斯最好的资金了吧 本视频由Dional Pro以及微软Office赞助播出 小伙伴们可以在Dional Pro上面 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正版的Win10系统 以及Office 2019办公软件 用杨阳君的神秘按号Skorky50 就可以享受五则优惠 五则优惠哦 感谢对小伙伴们出了视频详情连接了解了解了解啦 第一项就是注册 点开它 然后我们来到下一个界面 按住Ctrl和Shift键 点击左边图片的书标 一个注册向导的彩蛋窗口就会弹出来 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 分别是软件开发谁是谁 以及方案管理啊 质量保证 然后特别明显什么的 这个就是唱的很深的Windows98注册彩蛋 不得不说这个Windows98看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哦 特别是在1920×108音分辨率下 也有一种很干净效率很高的错觉 接下来要讲的弹出彩蛋非常的神奇 或者我们说是非常的莫名奇妙 首先这是一个Windows98第二版里没有的彩蛋 然后就发现了老大接着找来了系统第一版的原版 这个彩蛋出发倒是非常的简单 才开始在那里找到计算器 对着它右键 在属性里更改它的图标 在默认的计算器图标这里双击几个 应用保存 关闭几个看到彩蛋的效果 在开始在那里多出来了一个叫弹出的命令哦 这估计是程序员留下的某种恶搞吧 因为点击它并不会触发什么效果 而是直接消失了 这彩蛋也是非常奇妙 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接下来讲讲Windows95 这个系统也藏有不少彩蛋 我们先来说说平保也就是屏幕保护程序 杨军就不信小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盯着这个迷宫看了半天 最后发现并没有走出去 我们要讲的这个彩蛋就在平保这里 351文字平保非常好理解 就是设置好对应的文字和效果 就可以看到文字出现在平保里面 而如果你的文字这里输入Volcano 也就是火山 预览的时候你会发现三维文字并不是Volcano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境内所有的火山名称 这个彩蛋从95一直到Windows2000都一直存在 非常的神奇哦 难道是开发团队对火山的一种志念 第五个彩蛋我们来说说影子 这个彩蛋也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彩蛋 而且在中文版的Windows95系统里并不存在 于是杨军专门搞了个英文版 再开始彩蛋选择帮助 这是系统内的帮助系统 可以找一些答案啊问题什么的 当你第一次点寻找TAP的时候 会弹出一个安装向导 默认下一步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接着在选项里按照视频这样子来勾选 然后我们在输入框这里敲下 谁知道是谁开发了这个工具 接着按下啃之后SHIP点清除 回到选项再将这两个地方改成这样子 最后在输入框交下只有影子才知道 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查找 这个呢就是彩蛋了 同样按住CtrlSHIP点击清除就会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直进开发团队的滚动窗口 接下来是第四个彩蛋 我们来讲讲Windows95神奇的文件夹 制写名单彩蛋 这个彩蛋出发的方式非常神奇 直接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将这三句话复制粘贴并更改文件夹的名字即可 这三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此时时刻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了 我们很荣幸为您介绍微软Windows95产品团队 当你最后粘贴修改好名字之后 直接双击打开文件夹即可 你就发现普通的文件夹竟然开始播放动画了 伴随的轻松愉快的名为云朵的背景音乐 我们开始了神奇的Windows95 幕后开发人员制限名单彩蛋视频之旅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操作系统彩蛋 但是看着这个界面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 没错 这就是发布于1992年4月份的Windows3.1 这个操作系统可能比在座很多人年龄都要大 而系统里同样也是有这件名单的隐藏动画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个系统鸭君费了老大劲 也只能弄到1024×768的分辨率 彩蛋就藏在帮助关于程序管理器这里 注意哦 这个彩蛋的出发 全程要求你按住Ctrl和Shift键 第一次打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在左边微软旗帜 logo这里选择红色并双击 第二次打开我们双击绿色的小方块 就可以看到飘动的小旗帜已经两行小字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们继续第三次打开关于界面 双击蓝色的小方块 就可以看到隐藏的制线名单滚动动画了 不过这个小小的方框要滚动到什么时候呀 第二个彩蛋 吉祥物微软熊 微软熊是Windows3.1开发团队的吉祥物 我们要讲的这个彩蛋其实是个蛋中蛋来的 这些名单里我们要通过反复尝试 发现可以看到三个人像 他们分别是 微软前高级副总裁布拉特·西弗伯格 前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斯蒂夫·鲍尔默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这三位和他们旁边的半身像真的非常神势 而吉祥物微软熊也藏在这个半身像这里 只要您耐心的不断尝试刚刚提到的触发步骤 就有一定概率可以看到微软熊 哎呀和羊羊居一样还真的是一个一贯禽兽呀 嗯?我们在Windows9598的系统文件里 也可以看到这个吉祥物微软熊的logo 好了终于到第一个彩蛋了 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彩蛋哦 我们来讲讲Windows3.0 这个年龄比亚军还要大的操作系统 同样常有一个制线名单彩蛋 只有60x180的分辨率打获凑合着看板 能搞到这个中文版的操作系统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在系统组件里面 注意小画所有窗口 按住F3键输入Windows3 这四个字符 然后再按一下退格键 就是加号右边的那一个 就会触发这个文字版的制线名单彩蛋 虽然是纯文字版本 但是上面的分类什么的还是比较欢乐的哦 比如什么魔术室啦 最后还有爸爸妈妈什么的 可以看出这个彩蛋还是非常的幽默的 除了是微软历史上第一个操作系统里的彩蛋 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彩蛋内容了 没想到Windows系统里竟然都藏有这么多的彩蛋 而且有一些的触发方式还特别好玩 我们在这里看到直径开发团队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 这也是微软操作系统开发团队良心的地方 我们现在通过这些赫尔三十年前的老系统 老彩蛋 可以窥探到开发人员当时的脑洞 以及想法 这才是最经典最盏的一件事情 好了这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云君 视频里出现的所有彩蛋内容 都是杨云君亲自录制的 哎鬼知道杨云君整理安装这些系统 都花了多少时间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三连交播关注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